大家好,我们都好 我是潮人坛特派专员,很高兴又跟你见面了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跟一位非常年轻有为的音乐家的聊天 或者说是访谈 那这位音乐家叫曾韵 可能吹元浩的或者管源界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曾韵,一位1990后快接近千禧年出生的音乐人 音乐家 那接连在国际获奖 他先在赛克福斯基比赛获得了元浩组的冠军 然后又在德国的ARD比赛获得第二名 这两个比赛都是含金量非常高 对选手要求极其苛刻的国际大赛 他们考验的不仅是演奏家的专业素养 更是对一个音乐人的综合素质 乃至于情商 语言能力 台风 台风 我们都在期待台风 因为天那么热的综合的考量 那么曾韵 其实我第一次听他的独作的音乐会 是在他赴俄罗斯莫斯科参加老差比赛之前 那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和指挥家余露 那又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萨尔兹堡 却朝萨尔兹堡指挥大奖 唯一一位入选决赛的中国的选手 至今依旧是如此 唯一一位 两人合作 内场约会 那这次我非常有幸能够在七月下旬赶到浙江省的宁波 听到余露指挥宁波交响乐团和曾韵合作 那这也是曾韵 从德国柏林回国之后的第一次 在国内的音乐厅上台和乐团一起合作 那曾韵这次并没有吹独奏 而是坐在乐团里面担任袁浩首席 演奏了利布斯基克萨克夫 拉维尔还有下半场非常精彩的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记 三首乐曲 那都有非常重量的远号的 重量级的分量的内容的部分 那么在演出前 我跟曾韵非常有幸能够和曾韵 单独one on one聊了一下 face to face 这样当面聊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如果能够和一些非常钦佩的欣赏的音乐家 能够坐下来面对面聊天 真的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大部分时间可能只能通过电话 或者是我不太喜欢的zoom meeting 进行线上交流 那这次谈话分为很多部分 有的是请曾韵回顾他跟袁浩的结缘 那有些是请曾韵回顾他是怎么决定走上音乐 专业这条道路的 那更多的也是回顾曾韵过去在国际上积累的一些舞台经验 包括他参加比赛 参加audition 就是诗奏 以及跟国外的同行 元号同行 乐团同行交流 那也有一些国内的部分 包括我请曾韵介绍他印象最深刻的舞台经历 那么曾韵的回答其实让我 大吃一惊 in a good sense 是惊喜的惊 不是惊讶的惊 那么接下来 就请跟着超人坛的镜头 来体验一下一位年少有成 前途无量的音乐家的 也不能说心路历程 因为他毕竟才二十刚刚出头 听一下他的独特的个人的见解 我讲实话 我是喜欢音乐的 我爸爸小时候为什么觉得 而且孩子学元号 他生下来之后 就会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子 好好好 学元号 生下来就是为了学元号而生下来的 但是他为什么决定 就是下定决心说 这个孩子适合学 就是他小时候 我小时候吧 他会在客厅上课 然后我在卧室学到很小 一岁两岁的时候 外面的那些比我大一点 大哥哥大姐姐们吹号的时候 很难听的 说实话 因为小孩子嘛 大家吹得很难听的 一吹出来 我是不哭不闹的 在屋子里面睡觉 他说这孩子有天分 适应这个声音 然后我也开始学 我六岁就开始学的 但我一直觉得 小时候学号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跟爸爸在一起 我们经常 我们同一个乐器 我们去很多二重奏 我们有的时候 会去乐团里 我很小的时候 就去乐团里面帮忙了 我印象最深 就和我爸爸一起去得酒 我们四年上对吧 他去一人号 去二人号 那个成就感 好的不得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阶段 对我而言还仅仅是 就是喜欢音乐 但我觉得这个开始其实是对的 就是我觉得 学乐器这件事情 一定是我喜欢上了音乐 我想琢磨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制造出来 怎么把这个声音给制造出来 我再去学 而不是说我学完一个乐器之后 你要强迫我去喜欢音乐 那不行的 搞反了 但是呢 我觉得乐往后走 走到大概可能高中初中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精神上的压力有点变大 因为什么的 就我一直都讲 喜欢一件事情 就跟你讲一样 喜欢一件事情和从事一件事情 真的是 我觉得是很矛盾的 因为你喜欢吃饭 但是我要你去做厨师 你要从切菜开始学 你烦死了 切完菜 洗完菜 做完菜 还要洗碗 恶心 你喜欢音乐 你喜欢听 但天天让你在琴房里面练 练五个小时 练八个小时 那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学习音乐这个道路 他非常苦 所以他也需要非常多好的机会去激励 对吧 这一点其实我很感谢温泉文老师 我的腹中和现在的腹中 我从腹中开始跟他学 一直学到现在 今年是第十一年 我也是很感谢他 因为他不仅是帮我争取到学校的 非常多的资助帮助 然后呢 也给我制定每年 一年出国比赛一次 等于说让我能够出去换换脑子 去学习一下 跟世界进行一个交流 然后当然也每次也比较幸运 基本上贼不走空 每次都拿一张纸回来 所以说一直都是这样被鼓励 然后再回来 灰炉 蹬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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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好了 再往水里面一捅 拿出来 蹬蹬蹬 每次都周二复始 周二复始 终于把这个剑 也算是打得差不多了吧 后面估计就是需要好好地保养了 你这个说法让我想起 你不能跟指环里面这个挪屯剑 对 这个剑都是这样子的 剑都有造好的那一天 但之后怎么用 这个很关键吧 或者是到谁手里面 我不能说到谁手里面 和谁一起配合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能跟这次来宁波 我们能见到也是被余露的缘分 对吧 我蛮喜欢跟他一起吹的 跟他第一次吹是 我真的很佩服他 其实他是爆款指挥家 每一次下棍 一出来就是爆款 第一次是我腹中 大概高一的时候 那次是施坦威 在中国的 好像几十年的一个庆典 然后那次请了朗朗 然后少娇一起 一起演的拉二 第二次是 我们高三的时候 和他一起演的 少娇演的马勒伊 然后后来就是贝多芬 五天九步贝多芬 然后就是这次的春之仪式 就是这次了 每次都 过程都十分有意思 感觉每次音乐会议结束之后 都感觉好像脑子被扩充了 人也长大了一点 这种感觉 这个很难得 真的很难得 开心 少娇其实是这样的 我当时已经高三了 我照理说是 应该不应该参加了 应该高考去了 但是我的性格 我觉得练号比 被数学有意思多 我基本上同学 天天上课也见不到我 但我平时晚上会学一点 但白天基本上还是练号的 但是后来大家说 这不行 还是缺缘号 我说去 必须去 而且这么好的指挥 我也听大家讲 像我们之前也合作 我说这机会太难得了 必须去 蛮开心啊 不然这些 你能不能这些